上集我们讲到 程池航科长 经过仔细的排查 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那个偷渡美国总统的特事 马士尔先生坐架的 是一个美军翻译官 这样打扮的英俊 叫做刘真良 他们已经查到刘真良 所住的饭店 可惜 入房之后发现 他应该将所有的行李 全部搬走了 不过 虽然他人已经转移了 但留下条线索 就是有个叫做林九高的人 曾经跟他联络过 而根据这个林九高 留下给刘真良的字条上 显示 这个人 应该就在陆军司令部工作 于是程池航马不停体 带领他的干员 又来到了陆军司令部 找这里的管人事处的处长 这位中将军衔的人事处处长陈秀 见到程池航之后 他都在程池航非常热情 因为在报纸上 他都经常读到 程池航破案的种种神奇故事 当然他也都明白 现在他所承受的压力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报纸上经常介绍你破案的成绩 今日能够和你看到面 幸会 幸会啊 年轻人可以创出这样的局面 真是不简单 程池舱啊 想不到我们两个还算是同乡呢 程池舱啊 你知不知道 我是福州市 朱子方姓陈的 哦 程池舱一听 即时露出很佩服的神识 啊 朱子方姓陈的家族 在我乡下呢 是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 明清两代都出了很多举人进士 这个简直是世间的书乡门帝 百年的名门望族 到现在 还流传了两句说话 叫做 一胎双成双 四代五尚书 哎呀 陈处长啊 真是世所罕见 世所罕见啊 哈哈哈哈 老弟啊老弟 你的记性是认真好啊 不过呢 这些都是百几年前的事了 现在不要提了 现在的情形和以前 很不同了 处长你太过谦虚了 我认为呢 现在就未必不如过去 其他东西不再说了 站在我面前的 就是堂堂一位中将 你是陆军司令布黎波 国家多么重要的部门啊 能够好像处长那样 在这处身处那样的高位 地位那么显黑 我看 也都不算有很多个而已 但又在族谱上面 一定会大书特书 哈哈哈哈哈哈 老弟啊老弟 你认真会说话 认真会说话啊 怎么样 今天你来到这处 不是来探望同乡吧 啊 肯定是有什么任务的 你说啊 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情侍行见到时机到了 就马上 将美国特事 马氏先生 被人偷了辆车的 整个案件 经过 长长细细地说了一次 又将现在 偵查的结果 回报给这位陈处长 陈处长听完之后就说 这件事 我今早看报纸看过了 不过 没有你讲得那么详细 这件是好不幸的事件 有选国体 各国的记者 现在一定全部都知道了 那就更加糟了 这件案 不单只会轰动全国 而且一定会轰动世界 唉 真是吊进了我们中国人的架 那帮保卫治安的人 究竟搞什么鬼的 他们要负全责 事前防范不够周密 事后又不能够尽速破案 这对这位老大哥 我们的盟友 怎么交代好啊 我看啊 找不回这辆车 委坐 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是啊 听说昨晚 首都的卫视书领部 首都警察厅 以及宪兵司领部的首长 都受到与严厉的分析 三个部门 连夜出动了二十八个侦查组 上面严令 三日之内必定要破案 如果不是 每一层的人员 都要严重处分 昨晚 已经扣留了十几个 他们是负责守卫 例次社地区的警卫人员 这件事 搞到所有治安人员都提心吊胆 昨晚搞了个通宵 都是开侦查会议 做你们这行 真的很有意思的 你们既要跟时间赛跑 也要跟你的竞争者赛跑 看看谁能够发现线索 这样就尽早破案 伊丽厉厅 你次比赛 陈科长 你又是一个 折热煽灯的人员 如果真的可以折热煽灯 还要请署长你多多乘权 如果你能够找到 一个林钩膏出来 这样 我就感激不尽 这个妈 啊,陈处长眉上眼,他想一会儿,这样吧,我们这个陆军司令部机构很大,人员很多,向外统合着全国的部队,向内统合着十三个处,直属的部门多得不得了,要上司令部这三个字找一个人,实在很困难的。 不过幸好我的小同乡,你今天碰到我,这个啊,是你的好机会啊。 他随手在办公桌上,司着将便箭写上,立即查明林九高是否本部人员,跟着叫了个副官进来,将便箭交给他,而且要他发动整个人事档案科所有人员马上翻查你的卡。 啊,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副官就带着人事科负责管人员卡片的张古长来报告,说所有卡片已经全部警察过,没有林九高这个人。 嗯,那下面的勤集人员呢,找完没啊? 呃,报告处长,所有的勤集人员都有卡片的,但是都查过了。 啊,这样啊,老弟,你说怎么算好呢? 啊,情科长仔细地想一想,啊,你说是张古长,是吗? 刚才你的卡片是按什么方式找的呢? 按姓名笔或,按照查字典,按照字典的顺序来,咯,那百家姓有没有分类呢? 那,那,比如姓林呢,是不是将所有姓林的人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呢? 是啊,所有姓林的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 那,刚才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将所有姓林的每一张卡片都检查过? 张古长就害怕就被处长说他失业,马上就分辨说,呃,因为按照不默顺序的总纲,没有这个名,所以就没必要找卡片了。 啊,是,是,是,张古长,你做事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是我疏忽了,我没想到林九高,九高这个名,他未必是他的正名,说不定是别称,或者是笔名呢?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卡片的正名来查,那便找不到咯,如果你说将所有姓林的人,他的卡片全部都看一次,说不定在笔名那栏那里,就会发现这个人了。 陈处长一听一拍戒笔,没错,这个林九高,也都可能是他的笔名。 嗯,我看,陈处长的估计很正确啊。 那,张古长,在我们司令部里面,姓陈姓林这两姓是最多的,你发动多几个人,啊,免得担搁时间,按照陈处长所说,每张下片你仔细看过他。 张古长走了之后,我好担心,万一这样都查不到这个人,按照这条线索,就断了。 好彩的是,过了一阵,张古长又满面欢喜,手执张卡片,在外面走回来了,向处长报告说,林九高已经找到了, 真是好像我们估计一样,九高是别称,他的正式的名字呢,他就是林寒明。 陈处长接过卡片,学名九高,哈哈哈哈,好好好,这个家伙的名字起得不错。 哦,他将卡片递给我,我一看,卡片上面写着,林寒明,别号九高,四川内光人,职务是司机, 现在住在二文里四十五号,推测他的年纪,今年大概也都是二十六岁左右的年纪。 这个林寒明是总务处大处长的司机,这个人,手脚已经一向有点不干净。 那么,我们通过军法处,先将他扣留起来。 程慈航听到他陈处长这么说,当同他心一振,就闭家伙了。 自己刚才真的太信他,将整件案所有过程都跟他说了, 现在他要扣留这个人,难道他要抢功? 他现在透过军法处,扣留了这个林寒明,移花节目, 那就可以利用这条线索来破案。 我们辛苦了整个通宵,那豈不是前功尽费? 于是,程慈航就立即说, 处长,这个林寒明和偷窃犯虽然是同乡, 但是会不会也都参与这件盗车案, 现在还不可以肯定? 案情究竟有多复杂, 现在也都没办法估计, 但是这件案,案情重大,限期逼切, 政策的工作一定要分秒必争。 我想,林寒明如果交给军法处处理, 军法处,他着重审讯, 对于偷偷的经验并不是太多, 如果一旦拖延时间, 这样对本案来说破案不利, 处长,你说怎么好呢? 陈处长想一会儿, 你的林寒明不竟是我们陆军总司令部的人员, 如果建案牵连到他, 对于我们的名誉肯定是有所损害, 他在军法处审理, 我们可以掌握主动权, 如果交给你们警察机关, 那我们陆军总署就很被动了, 你说呢? 这个陈处长虽然对人以情, 整天都笑奇奇地, 但在原则问题上, 看来他不会轻易让步, 我想这样不成问题的, 我保证, 我们审到林寒明的第一手材料, 随时都会向处长汇报, 万一这个林寒明, 真是参与道士车辆, 对于陆军总司令部的名誉, 有所损害的时候, 我一定向你请示进行, 你看怎么样? 老实说, 陈处长, 我这里已经掌握了林寒明另外的一种材料, 他没多久之前曾经偷过一部吉普车, 我判断的是, 你这一部应该美军顾问团的军用吉普, 虽然车的外表颜色变了, 但是引擎的号码我已经掌握了, 是不是美军的, 还不能够证实, 所以我才暂时没勾勒他, 但是现在他居然又牵连着特事室车, 到了警察机关, 在强烈的审讯压力之下, 说不定他会连带将这件案也供出来, 这辆车, 如果是我们自己人的, 那没关系, 如果是美国的, 那有天使的国家体面, 对于我们的声誉, 更加是一个严重损害, 所以, 我才决定通过奔法处, 先将他扣留起来, 这个为了保存我们的名誉, 听到陈处长这么说, 程志杭就更加明白对方的意图了, 人家在意的不单是这件特事的室车案, 更加在意林铭明偷的那辆吉普车, 但是, 他最终的企图, 程科长一时都很难摸得透, 那就更加容易了, 如果林铭明是火同道士特事的汽车, 那绝对逃不过法律的情绪, 因为这件案太大, 肯定要公事公办, 至于他本人偷过那辆吉普车, 我绝对负责不会过问, 全案不由陆军总署处理, 只要林铭明在我手里面经办, 我绝不追问, 老实说, 现在, 或者特事室车这件案, 我们头都大了, 还哪有时间去过问其他的事情呢, 我就当没这回事就算了, 不过, 我希望这辆车是美军的车, 这些有钱佬, 他们根本哪有限情理什么不见了的车, 他们有钱了嘛, 在南京地区, 正是目前为止, 美军顾问团就已经有二十一架车失事, 我这里有美方的失车报单, 全部都是打自己打的, 单上面写着, 有二十一架失车, 他的车牌号码, 引擎号码, 陈处长接过张单, 摊到桌面, 同时是在自己币桶那里, 拿了林铭明偷的那辆车, 上面的车牌号码, 拿出来对招, 哎呀, 真是美军的, 他居然这么高兴, 真是出乎程池航的意料之外, 这张实弹里面的号码, 为什么有些用红笔勾, 有些用红笔打铁呢,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一共有二十一架车, 用红笔打了铁锅八架, 是我经手破获, 用红笔打了勾的, 那五架车呢, 是警方其他部门破获的, 一共破获了十三架, 还有八架没找回, 没错没错, 我这家是没有做机号, 证明到现在还没破屋, 陈处长的神彩飞扬, 但是态度更加温和了, 老弟呀, 你敢处理, 好合理呀, 按你的意思做啦, 至于口留林康明, 你准备用什么方式进行呢, 我的想法, 还在外面执行, 免得影响大, 对下一步继续追查线索, 好不利, 好, 只要不在陆军总署里面拉人, 那你的办法就更加妥当了, 陈处长终于同意了程慈王的所有意见, 临走的时候, 他还紧紧地握住程慈王的手, 老弟呀, 你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好好利用他, 逐你成功, 诶, 还有, 老弟, 你为了我们陆军总署的声誉, 我们投赏庆的事, 特别是那家美军吉普车的事, 你一定要按原来的意思做啊, 好, 我明白的, 程科长见他对这个吉普车千叮万筑, 他心里面更加疑惑了, 事后, 他经的调查所知, 原来这个林学明, 在偷了美军这个吉普车之后, 被他的主人大处长知道了, 他害怕了, 就把这个吉普车送入给大处长, 而那大处长居然是真的收了这部车, 将它作为私人的财产, 想不到这件事由陈处长知道, 而且还掌握了吉普车的引擎号码, 这个陈处长是真的老谋心算, 他在程池行那里, 证实了这部美军的车辆之后, 就是这件事打主意, 后来林学明突然被扣押, 大处长就害怕了, 以为林学明偷视吉普车这件案, 被人发觉了, 哎呀, 那自己收了他的车, 岂不是也有窩庄之罪, 搞得大处长就即时害怕起来, 陈处长这阵时, 曾经以关心同僚的姿态出现, 秘密地告诉他, 林学明不是因为他那辆吉普车, 而是因为马士尔特使的失车案, 才被警方逮捕, 在他严刑审讯之下, 又供出自己曾经偷那辆吉普车, 引擎号码是多少多少多少, 已经证实了美军顾问团的失车了, 大处长一听, 哎呀, 简直是晴天霹靂啊, 他原来都跟程池行那样的想法, 想着林学明偷的美军顾问团的车, 那群小少爷仔, 他们大把钱啊, 不见辆车根本不算什么, 也都不会认真追查, 那自己就可以将这辆吉普车代代平安的了嘛, 哎呀, 怎么想得到, 他会牵涉到 马舌尔特斯室车的这件大案女头的呢, 看白现在又牵连到自己身上的, 哎呀, 这件案轰动全国的震惊中央, 这样的大案, 哪个碰上就哪个肯定不幸了, 哎呀, 这云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当成同案犯的, 大处长吓得六神无主, 又见到陈处长讲得这么在行, 还要支迷发动机的引擎号码, 他真的以为, 这件事陈处长讲的全部是真的, 于是就即时求他帮自己解围啦, 那陈处长就得迷了, 开始的时候就炸家衣说好难办的, 等大处长两夫妻来到他家一再求求之后, 最后才答应, 好了, 我为你走地下啦, 只要疏通好警方人员, 帮你掩盖罪证, 那这件事就敢算过去了, 为了这件事, 大处长足足足花了五十两黄金, 不过, 这五十两黄金, 陈处长肯定是没跟他周围疏通啦, 全部都带入自己的荷包, 而那辆吉普车, 名誉上, 是警方已经没收了啦, 将他归还美金, 其实呢, 只是改头换面, 然后由大处长的车房, 转到陈处长的车房, 成为个敲诈勒秀的战利品, 不过, 事后大处长都知道上了当, 但是陈处长虽然跟他平级, 但是人家掌管着人事权, 大权在握, 这个大处长管总务后勤而已嘛, 其中还有很多游水漏洞的, 为了固存自己的利益, 他对陈处长也都无可奈何, 只要裴了夫人就又折兵在啦, 李丽兰听到程科长介绍在这儿, 不敢笑啦, 这些真是大鱼食小鱼, 唉, 这个社会的逻辑呢, 就是弱欲强食的了, 想不到江湖, 和官场里面都是一样的, 真是没什么好奇怪啊, 程科长笑一笑, 跟着又继续将案情介绍下去, 他在陆军总司令部回去之后, 马上就部署, 怎样秘密逮捕林克明, 经过周密的侦查, 他们知道了, 这个林克明的家, 的确住在二文里四十五号, 和大处长的公管都距离不几远, 所以他经常都回家吃饭待命的, 二文里是条行仔, 出了行才是大街的, 当日中午, 程科长的派在手下, 一个姓余的警官, 化妆成为陆军总司令里面的一个副官, 拿着一栏鞋盒, 礼姆盒, 和包装好的绸缎布匹, 一来林克明的家, 这个时候, 林克明刚刚吃完中午饭, 一听到有人找他, 当时整个人紧张上来, 因为这几日, 他隐隐约约听到风声, 说大处长已经怀疑, 自己送给大处长那部车, 说不定有些警棍, 不是那么妥当的, 搞得他整个人, 都即时提心吊胆了上来, 空海飘渡, 明云依恋迷惘, 限期还有一日半, 情池航能不能在限期之前, 我获得马士已失轻的这件大案呢, 后来, 他是怎样信腾摩瓜, 捉到那个假富官刘振亮呢, 下集再讲, 身亡reibt两个人, 希望说不定为压力, 扭点理由手振高枕, elementary女士畫人, cogn写来的人, 和合剧 JOHN four, 王三一块工作, 这 often都是经营区啊 five v没有了地面